SM彻底做出改变,终止了与李修满的合同 简单来说,SM的新模式,融合了GYP的分布化和Hyper的长牌化 鼓励艺人参与创作,这对艺人来说绝对是好事 但缺点也非常明显,那就是内斗 现在已经确定的是,SM将在今年第二季度推出新人女团 并在第四季度推出新人男团 这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毕竟,ASFA刚出道没有多久 这比1G和NMAS的情况还要夸张 ASFA的元宇宙,AI,矿野,都是李修满的全资子公司 设计和策划的 所以,SM想要推出自己在全新体制下的新团 以后就不会再出现,依然被安排到矿野中的景象 最起码两个新人组合会紧跟潮流 参与到新生代寒暖的竞争中 至于突然让Lucas付出,也可以理解 如今,SM需要话题,即便是黑红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而最难受的还是ASFA 新人7直接被SM磨没了 Gradbead还在吸他们的血 作为SM的主力女团 他们几乎没有知道什么红利 反而被李修满各种玩营销 如今,更是在组合发展最重要的阶段 推出新人女团 压力直接给到ASFA 爱的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的含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